大家好 為什麼今天重重哥哥好像心事重重 在桌上有兩隻盒 一隻開了一隻沒有開 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兩隻盒是我現在用的寬頻公司的router 這一隻當然就是開了用 這一隻完全沒有開的 為什麼重重哥哥會收到兩隻router呢 那我就想借這兩隻router 跟大家分享在英國安裝寬頻的時候 我遇到三大縱伏位 第一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英國有些很優惠的平台 會有cashback 會有些回贈 其中有一個T字頭的回贈平台 我看過如果我在他的平台上去裝寬頻的話 是可以有80磅的回贈 是80磅的回贈 作為一個new customer 一個新的顧客 那所以呢 第一個重伏位就是 我經這個平台去這間的寬頻公司 到裝寬頻 竟然是給不到錢了 是無論我用哪一個人的信用卡 是Local的 還是我們自己的 試過很多次 都給不到錢 換言之 到最後 重重哥哥是要打電話 上這間公司 寬頻公司那裡 直接做申請 而那80磅的回贈 當然就是零啦 OK 第二個重伏位就是安排的問題 三個星期前 重重哥哥就透過電話 打上這間寬頻公司 安排裝寬頻 因為剛剛提過 透過T字的平台 去到公司網頁 是沒有辦法給到錢 唯有就要打電話了 職員跟我說 你一個星期後就會收到 一個的router 他們叫做hub 但是去到上個星期一 重重哥哥都還沒收到 但是我預定的安裝日期 是上個星期五 那如果星期五 師傅來到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router 其實是 裝不到什麼 甚至說 沒有寬頻 所以重重哥哥 第一時間 就馬上打電話 去問一問 究竟是發生什麼回事 當另一個職員 跟我檢查完之後 發現 寄給我的這個包裹 這個router 他說不亦而非 是不知道去哪裏 他說可能Romeo 郵政那裏 pick up了一件錯的包裹 又或者是他寄到另一個地方 總之 重重哥哥 是收不到這個包裹 當時的職員跟我說 會立即盡快安排寄給我 但是一般的郵政 隨時三至五個工作天 其實是很大機會 會趕不到星期五 裝寬頻的時候 運到來 即使星期五師傅來裝 我也是不會有寬頻用 那本來其實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如果你本身有data 但由於 從中哥哥用data的量 是非常龐大 一個星期 可能用了十幾GB 如果我用自己的手機買data 實在太貴了 那我就很希望 寬頻星期五是可以 成功安裝到 那我就千方百教 跟他商量 怎樣我可以 星期五可以有寬頻用 怎樣我可以收到這個 我不需要自己再買data 會不會我可以開車 去任何一個地方 幫他拿回這件件呢 那他都說沒辦法 當時的職員又跟我說 好啦 那我現在會幫你再去申請 希望下個星期可以馬上到 明天你會收到一個訊息 就是告訴你 包裹的情況 去到星期三 我都沒有收到任何關於這個包裹的消息 那我就再打上去 這間寬頻公司的客服那裡問我 那接著呢 另外一個的職員 第三個的職員 就幫我查到 咦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包裹還未寄出 他還在公司 那我再次跟他表達我現在面對的難題 那他都很好的 第三個職員 立即幫我再重新安排多一次的包裹 那這次這個職員就真的很好 立即幫我聯絡他的manager 立即幫我approve了這個包裹 我當天就寄出 那但是 那當時我找到的消息 就是都不知道是否可以到得到 那所以呢 去到這個位 松松哥哥已經非常之失望 和沮喪 這個就是我 莊寬頻面對第二個的職員 第三個職員是什麼呢 也是第二個客服 跟我說的訊息 其實是有些錯誤的 因為莊寬頻呢 我們預定了一個的時間 那個師傅就會過來去裝 去看看一些線路的問題 那當時第二位客服人員 就跟我說 你們不用在家的 那個師傅過來 他會在屋外面處理 那你們不用在家也可以的 那為什麼那時候會問到這個問題呢 因為松松哥哥同一時間 星期五的下午 是會和太太一起外出 有些事情要去辦的 那我們兩個都不會在家 那但是 去到第三個客服 我再跟他確認這個訊息的時候 他說 不是呀 你一定要在家的 如果你們不在家 寬敏是會裝不了 對於松松哥哥來說 當時簡直是晴天霹靂 因為我們已經安排了 星期五下午 要去處理的事情 但是突然跟我說 要在家裡留下 一時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辦 唯有我們拜託一個朋友 星期五下午就過來 幫我們看住房子 幫我們看著 師傅可以幫我們裝寬頻 而我們就要在外 繼續去處理我們的事情 所以總結來說 裝這個寬頻 我們遇到三大眾服位 一 他自己的付款平台 給不到錢 二 安排非常混亂 不知道這包裹 為什麼會失蹤 第三 信息 也是會有錯誤的 那這個裝寬頻的事情 到最後是怎樣處理 而為什麼到最後 我又會有兩個 Router 很幸運 很感恩 星期五 這個包裹 順利到達 而星期五 寬頻的師傅 也順利上來安裝 但是最搞笑的就是 過了幾天之後 前兩天 松松哥哥就收到這個 第二個Router 當我們想回頭 其實我們發現 這一個 才是第二個Router 即是第三個客服人員 立即幫我們 再申請的那個Router 而這個 相信就是 之前消失了的Router WOW So mysterious 好啦 到最後 松松哥哥都有一個小提示 想和大家分享 即是當你在英國 申請一些服務的時候 要面對的問題和心態 第一 不要急 眾所周知 英國人去辦事 是沒有香港人這樣的效率的 這個是一個事實 也是一個很客觀 大家認知的事情 所以第一 心態上不能急 要有耐性 不過第二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 服務申請的進度 譬如他跟你說 一個禮拜後 你會收到這件事 而你一個禮拜後 收不到 你真的要主動打回電話上去問 因為你不會知道 你健健會不會好像松松哥哥那樣 突然而非 所以呢 自己下多少少功夫了 給你多少少記性 記一記 你申請的進度是怎樣呢 當他說的時間 還未能夠送達 還未出現的時候 那你相反是跟進的情況 但是第三個重點就是 繼續給你耐性 因為他們處理的事情 會比較慢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很急切的需要 好像松松哥哥那樣 跟他表達多些 你是很有需要的 你很緊急的 用不到 就很慘了 他都會更加明白你的處境 他都會找辦法 看看可不可以幫你加急 去順利完成這件事 希望以上的提示 都能幫到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 like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comment告訴我 關於申請英國的任何服務 搭得到的松松哥 都會在comment裡面回答 多謝大家 拜拜